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莹新生一个赚钱之道 卖磁带 在磁带的封面上 纳莹做了不少手脚 上面写着苏瑞新歌 下面一行小字写着苏然演唱 纳莹戴上墨镜 遮住自己的半边脸 和苏瑞还真有那么几分相似 这样的磁带卖了一盒又一盒 纳莹尝到了甜头 她要开始打着苏瑞的旗号站在舞台上演出 以假乱真 在那个年代 版权意识不强 港台明星也不会来内地维权 也就给了纳莹一个广阔的舞台 此后的纳莹在山寨的路上越走越顺 1988年 纳莹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贵人 那一年在阳光杯青年歌手大赛中 纳莹唱着苏瑞的一样的阳光和我找到自己拿下了第三名 纳莹本想参与比赛就回沈阳 没想到谷建芬主动到后台找她 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声乐培训中心 有意思的是 在这里 纳莹又给自己取名为苏炳 继续碰瓷苏瑞之外 还为毛艾米录唱片样本 很快 她的狗屎运就来了 在谷建芬的力见下 纳莹参加了世界环保纪念演唱会 一首《山高高》惊艳全场 出道及巅峰 纳莹拿下了第一个十大金曲奖 这一年 王菲参加完高考后就随着父亲移民香港 并师从音乐教父戴思聪 正式开启音乐之路 在这之前 王菲和纳莹走过一样的路 不过她山寨的是邓丽君 但磁带销量惨淡 那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山寨歌手日后能撬动整个乐坛 1990年 王菲还混迹在摇滚圈 纳莹又走了狗屎运 那次她还在打麻将 有人找她录电视剧的插曲《山不转水转》 纳莹粗松赶剧 歌词也没记手 结果唱完就火了 苏染和苏炳的往事就此尘封 一个歌坛听后冉冉升起 这一年 纳莹23岁 他有了第一个喜欢的人 彼时的蔡国庆凭借一首《北京的桥》 将事业推向高潮 帅气逼人 浅途无量的蔡国庆吸引了纳莹的目光 那一年 他们合作了一首《望春》 纳莹唱得春心萌动 他直接问蔡国庆 要不咱俩试试 没想到蔡国庆来了一句 我喜欢你姐姐纳心 多年后 纳莹问蔡国庆有没有后悔 蔡国庆打趣道 对呀 谁能想到你会比我红这么多呀 我老后悔啦 不过纳莹从来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被蔡国庆拒绝后 他又看上了谢小冬 谢小冬和纳莹都是古建芬的学生 若能结合 自然是一段佳话 就在两人暧昧不清的时候 谢小冬认识了刚从国外回来的于家恩 迅速置入爱河 这一次纳莹再次狼狈退场 而另一边的王妃已经甩了蓝树和窦围打得火热 不过 这时候纳莹的事业却一路高歌 除了拿奖拿到手软 他还登上了春晚舞台 一手好大的一棵树彻底打开他的国民度 后来他还上了九次春晚 每一次都万众注目 1993年的春晚对纳莹来说是最特别的一年 他和苏瑞 谢小冬 罗文和乌启贤 合唱了一首《携手同行》 这是纳莹和苏瑞第一次同台 不知道苏瑞要是知道纳莹当年的山寨往事 又会组合感想 很快 纳莹签约服帽唱片 成为苏瑞的同门师妹 更成为内地首个接受商业包装的女歌手 直接把杨玉莹 田振 韦维等人甩在身后 进军台湾乐坛的那几年 纳莹火出了天际 1995年 纳莹靖元巧合唱了一首《物理看花》 让他横扫十大金曲 他趁热打铁出了第二张专辑 《白天不懂夜的黑》 同名歌曲将会持续火十几年 到这里 纳莹在台湾和内地 堪称月坛一节 唱一首 火一首 真正的和他抗衡的只有香港的王菲 不过这时候 王菲还没进军内地 彼时的王菲在香港红看体育馆 举办了首个个人演唱会 创下新人开演唱会18场的最高纪录 不过 当年最轰动香港的 是王菲和窦维同时出现在北京胡同的公共厕所门口 而被蔡国庆和西小冬伤过的纳莹口味大变 迷上了足球运动员高峰 一段长达十年的爱恨情仇 就此种下了第一粒种子 到这里 距离纳莹和王菲的相识倒计时两年 1997年 纳莹和王菲竟然巧合之下成了排搭子 一个性子直爽 一个特立独行 两人一排集合成了好闺蜜 这一年 纳莹遭遇了事业的第一个重大危机 和福茂唱片的合约纠纷闹得很僵 纳莹直接被高层下令雪藏 王菲得之后让自己的经纪人邱黎宽出面调解 邱黎宽在香港是出了名的女流氓 只要她出马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此后 纳莹和王菲强强联手迅速上位 1998年春晚 王菲和纳莹合唱的《相约1998》成为经典 当时这首歌 王菲差点被换掉 是纳莹剧里力争留下了王菲 谁能想到 二十年后 他们再次同台一曲《岁月》 竟然让无数人泪流满面 从专舞台上下来 纳莹就推出了第三张专辑《征服》 在亚洲狂卖二百万张 成为首次入围台湾金曲奖的中国大陆歌手 当时因为纳莹缺一首歌 差点发不了专辑 王菲直接把本属于自己的《梦醒了》送给她 第二年 纳莹又出事了 彼时 王菲和窦维婚变的消息沸沸扬扬 第三者 高原更是被推上风口浪尖 有意思的是 窦维扎出了天际 不仅诋毁王菲 还公开表白高原 在舆论分分钟 王菲选择了沉默 但纳莹坐不住了 直接公开骂高原 连鸡都不如 好家伙 这句话激怒了高原 一气之下把纳莹告上了发庭 最后 又是邱莹宽拉了她一把 一句 鸡是很神圣的动物 才平息了高原的怒火 此后 纳莹的火爆脾气和直言直语 还会给她带来更多磨难 2000年 纳莹凭借辛酸的浪漫 一举拿下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 她当时打败的是张慧妹 莫文蔚 还有孙燕兹 当然也包括王菲 直到今天再也没有第二个大陆歌手拿下这个奖 可想而知 当年的纳莹在台湾火成什么样 很快 吃手可热的纳莹和田镇的一切之争 拉开序幕 那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 田镇弄摔话筒的词条在铁拔疯传 当时委员会内部通知田镇 她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结果到了颁奖典礼 这个奖却颁给了纳莹 田镇获得的是另一个十大歌曲奖 田镇十分愤怒 跑上领奖台说 我对主办方这种行为非常的痛恨 这个奖不灵也罢 说完她弄摔话筒 走下领奖台 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有意思的是 纳莹当晚还发了一个 感谢主办方认可的声明 这个声明一出不得了了 直接激怒了田镇的粉丝 随后两家粉丝闹得不可开交 更魔幻的是 2002年 纳莹又拿到了这个奖 纳莹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时 田镇的粉丝在台下一片虚声 自此 纳莹和田镇交恶 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 这时候的纳莹已经出了七张专辑 正式签约华纳唱片 星图越发璀璨 另一名的王菲进入心理唱片公司 一张精选专辑 你王菲 所以 我王菲 大卖970万张 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同时 她和谢霆锋的感情彻底破裂 张博之正式登场 谁能想到 20年后 纳莹和好闺蜜的情敌 还能在综艺 乘风破浪的姐姐上演一出 相亲相爱的戏码 在王菲失礼的那段时间 纳莹着急的步行 并把李亚鹏介绍给了她 没想到 两人还真成了 2004年 王菲和李亚鹏结婚的消息 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但纳莹来不及为王菲庆祝 因为彼时的她 已经是尼泊萨过江 自身难保 那一年 纳莹悄悄给高峰 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高姓 可是 纳莹没高兴多久 就迎来晴天霹雳 开酒吧的女老板王纳文 抱了一个惊天大挂 原来 早在几年前 王纳文就和高峰在一起过 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谁也不知道 当时的纳莹心里 隐影有多大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她发了一个声明 称支持高峰 抚养和王纳文的孩子 也就是说 她要原谅高峰 当年这个新闻 闹得十分大 纳莹的声明 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本以为纳莹和高峰 能破镜重圆 没想到 六个月后 纳莹带着孩子离开了高峰 十年的感情 就此疗草收场 这一年 纳莹37岁 但这还不是纳莹情史的终点 2006年 一则纳莹在日本 花170万买手表 赠徐明的消息 炒得沸沸扬扬 这个徐明是 大林石德集团的总裁 曾在1999年 接手大林足球队 创造了大林石德 八冠王的辉煌 徐纳莹 沸沸扬扬扬 半年后 纳莹亲自出来辟谣 我的爱人 绝对不可能是徐明 果然没多久 纳莹和海归精英 孟童结婚了 这一年 纳莹与莫文卫 在上海大舞台举行 爱那莫申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后 纳莹就宣布隐退 这时候的 华语乐坛 又丢失一枚大奖 随着快乐女生 等选秀节目的风靡 整个乐坛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点 三年后的纳莹 才会感受到 2009年 纳莹用一场 那20年的世界 许婚演唱会 宣布正式回归乐坛 但属于纳莹的时代 已经悄悄过去了 李宇春 周炳唱 张亮莹等新生代歌手 分拥而至 此后的纳莹 在风口烙筋中 艰难前行 2010年 炮轰刀狼事件 纳莹引发重怒 当时 刀狼凭借唱片 销量入选 十大音乐排行榜 可谓是实至名归 毕竟当年的 冲动的惩罚 2002年的 第一场雪 各种耳熟能详的歌 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没想到 纳莹第一个 站出来反对 刘氏 刀狼的音乐 不具备音乐性 更狠的是 他说去KTV里 点刀狼歌的 都是农民 这些言论一出 得罪的何止是刀狼 而是千千万万的 平民百姓 后来刀狼 没有拿到这个奖 自此消失在 华语乐坛 而纳莹 也为此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 此后十年 都还有粉丝 让纳莹给刀狼道歉 不过 这只是纳莹 被黑的开始 后来的他 将一点点 失去观众远 让交情 给自己去玩礼服 在中国好声音 刁难姚贝娜 黑社会背景 灌灵制灵球 假唱 踢人事件等等 新闻旧料堆叠 纳莹几乎被全往黑 谁也不会想到 曾经的乐坛一姐 会沦落到这番田地 谷建芬 曾经邪入纳莹 长发好嗓子 长个狗脑子 一语成衬 但别着急 为纳莹惋惜 2021年 一当乘风破浪的姐姐 已经让纳莹彻底洗白了 傻大姐家 乐坛天后的人设 实力满满 有些地气 54岁的她唱着快歌 跳着女团舞 那笨拙又努力的样子 竟然十分可爱 而那些和她有过 千丝万缕的男男女女 早已退隐江湖 再多的爱恨情仇 都随着时间流逝 成为江湖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